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一說到星期二 大家記得我們晚上有直播 香港時間8點半 英國時間1點半 我們仍然頭半個小時都會跟天友 看看台灣的情況 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股票 在這個2萬點 掙扎了一段時間 美國就已經反彈得很厲害 上升到33,800 這個是杜瓊斯指數 而納指更加是反彈超過兩成 但是香港為什麼一直都不行呢 當然是因為大陸因素 被大陸經濟不好的這個因素籠罩著 大陸經濟怎麼會好呢 是因為大陸的極端防疫 以及倒行逆施 根本就不是跟大家說經濟 是跟大家說政治 這個世界一說政治 就不會有經濟的了 純粹跟你說政治 甚麼都不說 這樣就玩完了 現在 昨天的經濟數據出現很差 突然間人行宣佈調低銀行間 拆借資金利率 所以 昨天一度反彈 之後就回軟了 大陸公布數據包括工業值增加 零售和固定資產投資 數據 並未如市場的預期 反映大陸在不同地區 有持續 疫情 當然疫情 只是小事 根本就是 極端的防疫政策干擾了經濟運作 對於整個大氣候 中央似乎有些準備 上午宣佈 中期借貸便利和 亦回購利息 下調10個點子 中央加持之下 恒指一直反彈 不過下午 反雲伐術 無力 大市 終於一直堆下去 大陸 基本上出手壓低資金成本 市場估計 因為現在流動性是足夠的 央恐縮減了資金規模 但同時減低了利率的成本 0.1% 顯示想保住這個經濟實體 有傳媒 認為這次是強力降息 但是 估計市場 頂不住 因為0.1% 會強力 第三季全球經濟有轉向跡象 油價在打仗的時候 基本上也上不去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大家說過 因為伊朗的核協議 是有很大機會 得到美國放水 美國其實想放你 就一定可以的 其實主要就是 制裁你那個人 想不想放你 既然他想放你 油價 就一直跌穿100元 美國的 股市怎麼反彈呢 因為他們就是炒通脹 建頂 為什麼通脹建頂 因為油價 美國告訴你 不會讓他再升上去 建頂 這個就是美股反彈的原因 為什麼油價 建頂照計中國也好 中國也是靠入口油價的 中國 一向跟俄羅斯買油 油價升跌 跟他基本上關係不太大 中國的因素 是因為經濟崩潰 所以 中國的股市也沒有運行 為什麼外國升 外國跌 香港再跌得多一點 就是這個原因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這次 人行突然間 強力降息 強力減息有多強 0.1 怎麼強力呢 就是因為全世界利息都上升 但是偏偏 人行就在年初減一次息 現在再減一次息 大家知道經濟 有多差的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有個呼籲 今個月8月31日 是831日 831倫敦有個集會 時間當然是8月31日 星期三 旁晚6點至9點倫敦時間 英國時間 地點在倫敦 parlament square 即是西敏寺 大笨粥對出 廣場 主辦單位會請英國的政界人物 以及 國會議員來演講 我們也請了袁爸爸 特意飛過來 跟大家說 香港議會 香港parlament 希望大家到時可以出席 放了工過來 跟大家說一下 人行突然間減息 跟全世界央行加息的潮流 形成強烈對比 基本上就是因為資本持續外流增加 人民幣 貶值風險越來越高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有利息 美國加息 你們減息嘛 那我的錢放在美國 是不是安全於你大陸 當然大陸人很多 走不掉 因為大陸其實有外匯管制 聯儲局帶領全世界加息 進入加息週期 反而人民銀行 大陸的央行 逆市減息 顯示出中國經濟疲弱的程度 超乎大家預期 央行8月15日 昨天出人意料 減低主要利率 對加大經濟的支持力度 因為海南島 上海等地的武漢肺炎疫情反反覆覆 封城檢測 伴隨而來 其實深圳也是 加上房地產市場是萎縮得很厲害 加深了經濟衰退的憂慮 過去12個月 大陸的地產商 以舉債為動力的增長模式 徹底崩潰 債務違約率急升 上海的Win資訊 數據顯示 到了8月8日為止的一年 中國大陸有99宗房地產債務違約的案件 是去年同期的2.2倍 標準普以全球評級警告 他們追蹤評級中國的開發商 兩成會破產 大家想想 多恐怖 兩成會破產 人行星期一宣布 將中期借貸便利MLF的利率 減10個基點 達到2.75% 之前是2.85% 並在7日的 逆回購利率由2.1%廣到2厘 分析師之前 預期一年期貸款工具利率是不變的 以維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這次是出乎意料減的 星期一的盤 中國十年期的公債值利率 應聲大跌4.7個基點 或者1.7% 創了2020年5月以來最低水準 來到2.692% 兩年期的公債利率 大跌8.5個基點 跌幅是3.9% 跌幅是2.091% 離岸人民幣的盤中貶值0.3 去到6.76人民幣 延續近期的跌勢 股市也不行 深戶指數 在央行減升之後 基本上 是上上落落 最終也是上升一點 升0.7% 彭博報導 央行 意外減升之後 沒多久 他說會強調採取一些 額外的刺激措施 當時官方公佈的數據顯示7月份零售銷售 投資和工業生產總值 其實全部都 很差的 比他們估計更加差 差成怎樣呢 國家統計局表示 中國7月份工業生產的年比增長是3.8% 低於6月份的3.9% 也不預期沒有經濟學家預測的4.3%那麼高 當然很低啦 經濟學家 基本上也是太看好大陸 另外7月份的零售額增長2.7% 低於市場預期 今年前七個月的固定資產增長投資是5.7% 也低於經濟學家預期的6.2% 7月份經濟數據令人很擔憂 清零政策繼續打擊服務業 並壓制家庭消費支出 澳城銀行大中華區經濟學家Raymond Yeung表示 由於反覆限制和重新開放的威脅 有真無假 中國堅持清零的策略 令到經濟沒有辦法復甦 8月初以來 度假勝地海南島的疫症爆發 當局限制居民要留在酒店 暫停航班 並關閉企業以控制病例 當然這件事基本上是毀滅這個地方的經濟 上海毀滅了 現在還要來 在海南島打槍 上海人在上海被封了 然後 竟然到了 海南島被人又打一槍 真是慘得不得了 當局說採取更多的行動 這次雖然只有減10個基點 即是0.1% 非常有限 為了扭轉市場的預期 他們認為要做得更加多 這次我想告訴大家 大陸現在 很明顯 他們就知道 沒得搞的了 因為 美國這樣加息下去 一定的資金會走掉 他現在唯有自己引人錢 自己加息 自己減息 一減息 第一 希望 更多借錢 刺激經濟 減低借貸成本 但是問題就是 大陸的借貸 很多企業是借不到錢的 尤其是 以前借不到錢的企業 一直都借不到錢 現在減息只是使得央企 國企 借到錢而已 利息是減低了 但是這東西救不了經濟 他們只能夠透過印銀子 透過 大幅 貶值人民幣 才有機會 想著可以 救到市場 但是這樣做 當然拿著人民幣當然是慘了 估計 現在人民銀行 是開始展開了一個 將人民幣貶值的一個預期 接下來人民幣會進入一個下跌空間 會跌多少呢 這個就很難說 因為之前的上升了很多 不合理地上升 現在美股 或者美國的經濟 強勢 因為 通脹預期 已經到了頂了 所以美國經濟一康復的時候 全世界的錢就會湧入美國 當然 會加速 離開中國 因為你不行 大陸只有透過人民幣的貶值 去增加 第一 增加出口 第二 就增加 外面 人們來投資 還有其他的經濟活動 還有減低利息支出 不過 你貶值 便宜的人來收拾東西 但是 國內人就會受到一個 身家貶值的痛苦 買東西就會貴了 造成輸入性通脹 這件事 其實是很難搞的 原因是你自己造成的 沒有人叫你自己封城 沒有人叫你自己清零 是你要 經濟清零 荷包清零 所以人民幣 接下來我們看的勢 一定會是一個很長的跌落 而且 他們想著透過 貶人民幣來救市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主要是 信心沒有了 別人對你們 國家沒有了信心 很多時候 你們國內的人就被迫著 大陸人沒得選擇 要被貶值 外國人可以選擇 別人可以選擇 升值的地方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繼續跟大家 跟進人民幣的匯價 以及利率走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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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